让别人听见你的声音 就是魔鬼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 要带来恐惧 但是别的人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 要带来盼望 然后他就说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 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所以牧羊人在这边 不只是带领你 供应你 喂养你 他需要指导你 需要让你知道走什么样子的方向 让你知道生命当中 该怎么样子做决定 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帮助他们 不是听我的指引 但是要帮助每一个的弟兄姐妹 知道怎么样子 自己去听见神的声音 就是很多的时候 我在教会最常听见的就是 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 我希望上帝跟我说话 但是我要说 这是诱人一直讲的 我觉得好有意思 他就说 上帝干嘛在跟你说 当他已经写了好多信给你 你一直期待上帝会在云里头 写字 或者是打雷的声音 突然间变成 人的声音 但是当他写了一整卷书 在这边教你要做什么 你不去读 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要知道怎么样子在神的带领当中 走出一个属神的道路 很简单 有三个的方向 我们每一次说 你当要做决定 就是三个的东西要指引 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怎么说 第二个 就是圣灵有没有给你平安 有没有圣灵的平安 第三个 有没有外在的确据 就是外在的确据 就是大环境 或者是属灵遮盖 或者是这一方面的 这边就很简单的 你看他要喂养你 有神的话语 他在那边指引你 所以在教会当中 我们必须帮助弟兄姐妹 走上一个是属神的道路 而不是随便 你做什么都可以 都行 帮助他们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